一桥之隔停车状况真的是差很多 台北市路边停车隔 台中市的路边停车隔 总共是有五万一千多隔 其中有一万三千多隔没有收费 这些没有收费的路边停车隔 经常遭到特定的车主 当成私家停车隔长期占用 而其中在太平区 新丰桥以南的路段 已收费停车 但是以北的路段是还未收费 因此就出现了一桥之隔 一边是停车隔几乎都没有人提 但是另外一边却是一味难求的奇特景象 夜望去路边停车隔车辆停满满 但仔细看不少车辆一停就是好几天 引擎盖上积满落叶甚至耗车辆 盖起这样不 这边收费的大家都不提 通条路上跨过一座桥来到另一边 车隔却是多到没人停 只有零星几台轿车 多人就是从外地来停车 因为他不用缴费 所以他就把 譬如说我在市区的人 就把车子停来太平这边 然后把它盖起来 或者是用急车站位置 奇特景象就在台中太平 祥顺路一段上 以新丰桥作为分界 以北路段停满汽车一味难求 因为这边不用收费 但以南路段要收停车费 191格停车隔空荡荡 只有停放月租车辆 对于久站车辆停管处将派员 前往勘察及记录 如确定有久站情势 将张贴车辆一致通知书 如能为一致车辆 将依规定予以脱掉一致保管 台中市路边停车隔 共有五点一万多隔 其中有一万三千多隔 为收费造成民众久站 为提高路边停车隔 使用周转率 除了加强取缔 未来管理知识条例 也将修正为同一车隔 停放超过七天 就会进行脱掉 接下来我们张五项三 台中采访到